事情说来真是太巧了 十天做梦也没想到 又来了帮手 乃是江南十老第一老 紫面飞行侠苗泽苗春雨 带着的孙子苗顺 来到平安寨 原来周同写了数十封信 派人分头送去 给他磕头的大哥苗泽也写了信 信呢写的比较简要 说我贪了事 必须要人帮忙 省大哥见字之后 肃赶奔水不良善 详情见面在谈 苗泽接了信之后 就大吃了一惊 他知道老六非常稳住 这人够个帅才 要不是有警官结要的事 绝不会写这封信 那肯定出了大事了 所以老头子急急忙忙收拾东西 背着刀就举身 没想着他孙子苗顺 非要跟爹也来不可 他们祖孙二人形影不离 在家里没事 一叙天龙之乐 这老爷子走到哪 都带着孙子 这一回呢感觉有大事 不想带他 但这苗顺表示 爷爷您放心 您那么大的年纪了 灌水千山诸多不便 就我跟着您呢 伺候伺候您 有点什么事跑腿学个舍 就比您一个人强啊 您这么大年纪了 出门在外 我实在放心不下 苗的侠就说 你呀哪都好 确实我需要人手 不过你这人办事太毛了 实实在在太鲁莽 我怕你有些事给我办砸了 只要你听话 我就带着你 爷爷您放心 我保证听话 不给您找麻烦也就是了 就这样 苗则才答应带他 爷爷两个 从河南新郑苗家带 起身赶奔水不良善 这老头还真没到过良善 一路之上也不便扫问 直接赶奔山东 哎 早着早着 路过平安寨 老头一想 老四在这儿住 不如到这儿先落个角 问问老四 知都不知道什么事 如果他愿意 我们弟兄二人 结蛋同行 所以呢 他叫苗顺 写下来 看看四老爷子 在家不在家 没想到这儿 没想到那儿描述 性情暴躁 好像没打起来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等周同建的大哥 非常非常高兴 介绍了十天等人 落座相谈 大爷就问了 老六啊 你写的信 哥哥我绝着了 究竟发生什么事 一句话 碰得六爷伤心之处 周光主 掉了眼泪了 把事情的经过 一五一十 对大哥都说 瞄得一问听此言 残梅倒树 是胡怒冤争 哦 原来如此 那么 这个凶手究竟是谁 查出来没有 查出来 是十天汪汪查出来的 此人叫铁掌踏山雄 陆朗 他干的 大哥 您还记得当年 时老会陆中之师吗 哦 想起来 莫非陆朗 就是陆中的儿子 正是 他要替他爹 报仇血痕 首先拿我开了刀 老六啊 这小子过一个歹毒了 一口劲杀了四十多口人 活烧周记贷 是可忍 孰不可忍啊 老六你放心 哥哥婆出命 不要紧 也给你报仇血恨 这一口气 肯定得出 这个仇肯定得报 老四上哪去了 上了折天山了 哦 上折天山了 干什么去了 嗨 为了吉拿凶手 去顺服上南威 让上南威 答应 把人献出来 那 那不跟没说一样吗 上南威会同意吗 是啊 我们这正担心呢 我四哥一去 这半天 上尾回来 我们有点 放心不下 正想上山 去看一看 正这时候 您来了 我看啊 这事你办的 有点有失点点 应该劝他别去 那是龙潭虎穴呀 去了还有个好吗 你这一说 我也单身心了 大家正在这议论的时候 报仕的家人跑进来 六老爷子 有人求见 现在四爷不在家 六爷 暂时代理家长 有大主意 都得他拿呀 邹老侠就问 什么人呢 这个人呢 原来就住在咱本村了 也是咱本姓的人 姓安哪 叫安齐 现在在折天山 当名楼罗宾 不知有什么急事 想要见您 让他进来 时间不大 这个叫安齐的 气喘吁吁 从外面进来 到里边 不知道跟谁打招呼 六老爷子就问 你叫安齐吗 哦是 有话跟我说吧 有人得介绍 这就是江南十老 比六老 周同周光族 有话 你说吧 是 老爷子 大事不好了 哦 周同的心呢 一翻个 什么事 回大厦 四老爷子 上了山了 到山上 顺说大寨主 上然威 怎么谈的 我不知道 但是看来呢 谈得不错 可是二寨主 三寨主 等人挑了礼了 为这事 跟大寨主 还抄出了几句 后来呢 伸了手了 把四老爷子 给逮住了 押在十老 这还不说 他们凑齐了 好几百人 要踏平平安寨 现在人马上就来了 我是这家乡长大的 好汉户三村 好狗户三林 怎么的 我得向着本家的人 我抄着光 跑回来 给报个信 希望大家 事先准备准备 不然的话 大漫临头了 说到这儿 咱介绍几句 这个叫安齐的 没说假话 他的确是本村人 一门没得吃口饱饭 在十九岁那年 加入遮天山 当了一名楼兵的小头目 这个人任劳任怨 所以呢 几位寨主 对他都听赏识 虽然不是亲信 但有些事呢 也不备 方才他说的 也是真事 那集合人马 潮潮寒寒 要踏平平安寨 把水不凉山的人 招老家一网打尽 一块集合的时候 他知道信 他一想 我就马上回去送个信 不能知道这事了 不管啊 起码到家 让我老了 让我一家人 给你躲避躲避 以免着放火烧房子 杀人的货 把我们家给烧带上 所以他进了村之后 先到老阿姨报信 众人听话之后 不住地点头啊 哦 乖不得四老爷都没回去 叫人呆住了 看来这帮贼 下了狠叉子了 六老爷的分配 就拿了十两银子 赏赐了安琪 安琪说什么也不要 后来六老爷的 塞给他不渴 安琪磕了个头发 引他借过来 我也不敢回山了 倘若被他们查出来 是我走了的消息 我脑袋飞着 搬家不渴 我回家 带着我老了和一家人 逃难去喽 这安琪走了 安琪磕不说呀 周光祖一定势在紧急 平安在 又在折天山山脚之下 顷刻之间 人就能到了 怎么办 世间这家防范 跟大哥苗泽 吃尖等人商议 对付的良策 吃尖一听 我说各位啊 我出个馊主意 兵来将党 水来吐吞啊 看眼前的形势 想回避 也回避不了了 不如啊 杀杀狗日的温风 就在春天来场决战 我相信大老爷子 六老爷子 身怀绝技 打他们是不成问题的 何况还有我呢 有我们 率领小弟兄 方兵助阵 也算万无一失啊 今儿个我看 就得武力解决了 周同点了点头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咱们人单是孤啊 人家人多是重啊 从事件上讲 人家就压着咱们一头 没关系啊 三条腿的蛤蟆找不着 两条腿的活人 有的是 人在哪 开 这平安村 就不少人家 我听说二的来货 把男人都召集起来 让这些人站脚给助威 那又多好 恐怕人家不听话 哎 事在人的呀 无头而不走 只要我们号召起来 便有不听之理 那么事到了现在了 实在不行 花钱顾 也能把人呼来 您说呢 苗泽一听 对 诗天说的一点不假 那么既然这样 马上做决定 全村集合 诗天还真就说对了 原来四老爷子 安良安国义 就是大小 十六个村子 联装会的会长 那会儿就有联装会 那为什么呢 因为天下不太好 净打仗 净闹出匪 老百姓过不了 安生的日子 所以 附近这大小村落 十六个 联合起来 公推 平安大家 安国义 算联装会的总会长 一家有事 大家帮忙 而且都有联系的信号 每个村都有负责人 这个事 辉谢同志 安腾娇都知道 行使远练的时候 他也都参加了 安腾娇一听 他也说话 我习他说 你出的主意太对了 我这些人都认识 春口有口中 一敲钟啊 那张头的就都来了 我给他们介绍介绍 然后马上集合 家家户户都有家不去 刀枪棍棒 不用现准备 那就太好了 好了 令人快敲钟下 刹那之间 终生将起 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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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急集合呀 这块的人间比较稠密 终生一想 各村落的人都听着劲 因此当头的 都跑到平安寨这来集合 知的总会党 住在这院 先后就来到了 旁人不认识 认识安腾娇啊 安腾娇就说 各位呀 你们来也尽快呀 回到大家宣布一件事 我爷爷上了山营村 上了洁田山了 家里的信心 委托我习大叔 辅全责 你们都听他的啊 用手一指十圈 众人一看一小个 长得干巴巴一团精神 过来赶紧见礼 十圈把手一放 免了免了免了 我说各位呀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姓施 我叫施天 赫老爷子是我的前辈 我称他老人家一声叔叔 现在我叔叔 上了折天山办事去 不在家 我们得到确切的情报 折天山的土匪 没安好心 要踏平什么大小村庄 马上人可就来了 现在情况紧急 希望乡亲们一心一德 马上集合 我宣布 老弱病残 父女儿童赶紧撤离 撤离到西山前去隐蔽 葬布打完了 千万别回来 这是一 第二 四十岁以下的男子 十八岁以上的 马上抄家伙 到这来集合 听我的安排 哪个胆敢不听 事后严惩不耐 这是保一方平安 对大家都有好处 谁也别看哈哈笑 这只心不忘一块想 劲不忘一块使 可就麻烦了 明白明白 四老爷子当初 没短的跟我们讲 我们马上领人家 越快越好 跑步选举 一声令下如山脑 这个人动作玛丽 大小村庄 有来三十人的 有来五十人的 有来二十人的 后果的一块 也有三百多号 嘿呀呀 站在街上 十天转回身 跟周同和苗泽说 二位前辈 人来的真不少 你看看 人多势众 得咱们站脚诸位 二位 训训话 不必了 十天 你就总在里吧 你经验丰富 比我们强的多 要如此说来 我可一想犯上了 还别客气了 什么时候呢 好嘞 再看十天 放着早壶腦袋 站在台阶上 把手一背 都到齐了嘛 回头领 我们全来了 嗯 现在报一下名啊 失了名了 一报名 十天一扁这数 不多不少 三百二十个 三百二十个 十天 马上序话 相信了 我不多说了 咱们为了保育方的平安 也是保佑你一家老小的平安 这个大伙就得卖卖力气 我不求你们庞的 你们到了时候就散脚助威 该喊就喊 该叫就叫 另外呢 哪个人 也不准临阵脱逃 你要一跑 动摇了军心 这就等于拆台 谁跑 我找谁算账 你们可听明白 家有家法 铺有铺归 兵不斩 降不齐 咱们现在都是好乡区 要违抗的令验 那另当别论 可修怪我翻脸不认人 你们都听清了吗 都听清了 咱们一看 这早活脑子 还挺厉害啊 说话嘎不溜丢脆 大家点头 好嘞 现在听我的命令 想坐 跑步前进 奔东村口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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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还真别说 还真长齐 老少英雄 在两旁跟着 简短揭说 来到东村口 事件一声命令 军兵上二龙出水市 分裂在两方 人家说 这不百姓 怎么说军兵 咱打个比方 要开兵建杖了 也得叫军兵 人多了 他打得去就撞了 这些人 从来都没打过仗 今天一听说打仗 又兴奋 又兴奋又害怕 还有点紧张 不过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谁也不能显出来胆小怕事 不恨就冲恨 不愣就冲愣 一个个拔着胸脂 晃了脑袋 手握着筋细 石前看了看 倒也满意 行 差不多了 玩个老爷子 各位小弟兄 你们站在中央 听我的调度啊 咱们现在就做好准备 正在这时周天亮说话了 师父说 别摆会了 你看 来了 是吗 众人散目 往队面昏腰 尘土飞扬 紧跟着 听见跑步的声音 哗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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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 过地炮旁通,独眼龙照亮,火流星阳顺,天不怕露青,冶姬六子,王怀亮,当当当。 一下就是喽喽病子。 这山寨主赖皮僧宝园,一看就一冷, 你看,二哥,你看,怎么对面有所准备,无量死啊,真的。 莫非他们算计到,咱能来吗?管他,今天不踏平此处,绝不收兵,前面。 人的喊马虎,两军队员,赖皮僧宝园,头一个,手踢金棍,来到前面,一眼就看着十天了, 不见十天,魂子罢了,一见十天,二目都充许,斗丹天喊了一声, 小丹!对啊,你可是古尚走十天! 十天,没,听说看见没,这么多人,他谁都不提,单提我十天, 可见我古尚早是明阳树海啊,想到这儿,把小脑花一剥了,小片糟一晃, 不,我没,嘿,嘿嘿嘿嘿,吐驴啊,你说的一点不假,正是你识的耶。 我说,吐驴啊,你想干什么?想要偷袭我们平安寨啊,痴心妄想。 我告诉你,我不向了天罗地网,今儿个叫你们是有来无回。 我说,你怎么给你打电话了?想要偷袭你打电话了, 我说,你怎么没回。我钱也知道你是有来无回。 那 tweets,你都没给你打电话了?想要走一ror。